老祖宗教人 你看看它多简单 今天这个社会这么样的混乱 就四颗就把它定下来了 四个颗目 第一个颗目 无论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这一句是很不容易做到 但是非做不可 不做 社会永远不能恢复 难定祸血 所以这个教育 要花时间 要增下功夫 为什么呢 要教父女能接受 甘心情愿接受 中国古事后 夫妇有别 就是男女分工 男有男的工作 女有女的工作 不能垫头 现在的 要讲求平等 要讲求人权 不丰功 男人的事情 女人也去做 把社会搞乱 乱的结果是什么 亡国灭中 亡国灭中 会产生这么大严重 这个不能不知道 为什么会亡国灭中 下一代没有了 没人叫了 真正调过来也可以 女人做男人的工作 男人做女人工作 女人工作 在家里烧饭 养下一代 下一代有没有人才 全在此地 所以要有专人去教 分工吗 可以吗 男人什么都不管 女人出去赚钱 出去工作 男人在家里带小孩 教小孩 两个人都搞一样工作 小孩没人叫了 所以今天 每个人家里痛苦 看到小孩难教 直不教 人心坏了 家不齐 社会乱了 古人说的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现象 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 都古人这两句 完全硬了 这大问题 中国古代 教儿子 教女儿 教女儿 重过教儿子 教女的严格 超过教词 为什么 女人的责任太大 这个家庭 这个族群 这个国家 能不能延续 全 操在 女人手上 这个话是 英光发思讲的 你们看文朝 老后上 尝尝去 句句是 真话了 所以女人 不要自己 去真名夺利 不要搞这个东西 叫你的儿子去搞 你把他叫好 你自己不必去搞 要把自己的子女 叫成圣人 叫成贤人 再其次 也是世间的人人君子 不会是坏人 那么今天 谁会在乱 大家都 不要叫儿子 生儿子 不叫 如果你要相信 一个国报应 将来国报怎么算法 如这个 如果说这个儿子 他有天命 他将来是国家领导人 他会能够改造社会 你现在没办法叫他 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 你把他到世间的使命 把它改掉了 这个责任谁负 你将来要承受什么样的国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古人 叫你 比较 儿 要重 要先可 儿子骂父一点 不要紧 女儿可决定不能骂父 女儿骂父的是吧 对于他的父母 对不起女儿的父家 他将他嫁出去了 养了小孩了 不回家 把人家后代子孙给断绝了 这个罪多重 这个罪什么 他娘家的父母要负责任 生儿子是我自家事情 我自家要不要没关系 生女儿是别家事情 把别人家做毁掉了 所以你要仔细去想 你就知道厉害 古人所说的是真理 你照那个去做 你生生世世 佛报无穷无尽 你要随你自己意思 你只搞这一生 来世 来世 大概都散出去了 在这一世很风光 来世可不得了啊 这些话都是人不愿意听 但是它是四世真相